今天微软发布WINDOWI-11两个测试版 版本号分别是22,449 22,176 如下图所示 之所以同时发布两个版本 而且22,449的版本号高于22,000 是因为微软测试WINDOWI-11开始区分第一微 被ETA渠道 其中22,449推送给第一微渠道的IISID 22,176则推送给BETA渠道的IISID 今天推送给BETA渠道的22,176变化也不多 官方表示只带来了一个新功能 修复了肉干问题 如果你想阅读详细的更新清单 可以去微软官方的WINDOWI-11IDRBLOG查看 也可以去通知中心阅读被翻译为中文的内容 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 第一时间接收WINDOWI-11的更新通知 去通知中心订阅即可